本节目由爪亮机APP赞助播出 买二手机上爪亮机 一般情况下利用太阳能发电都需要电池板 来直接或者间接的把太阳光转化成电能 但是有这样一种东西是不需要安装电池板的 而且还功能多多 它是一种玻璃砖 由英国艾克赛特大学的专家们研发的 没错是块透明的砖头 它不只能盖房子 还能发电照明和隔热保温 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季 都不用再怕了 这种玻璃砖简直颠覆我对砖头的认知 以后搬砖都要小心了 这砖头采用了新技术 能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 在传统建筑中实现零能耗 还能将电能输入至电网 用来给手机电车等充电 所以说这种玻璃砖不仅是建筑工人非常喜欢的 也是用户所喜欢的 用它来建房子 还为以后用电省了不少钱 与传统玻璃砖相比 这种玻璃砖还会变色 与各种彩色绿光片配合使用的话 可以转化成红色蓝色等多种颜色 据研究团队介绍 他们正在寻找合作伙伴 预计不久就可以投入市场 小编也替广大用户们问一句 什么时候才到国内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呢